狗、貓、吃、追、跑 一隻、這隻、這些東西 那我要怎麼把剛剛的東西變成翻譯器呢? 我們先看一下字型結果 一隻狗對一隻貓 把這一句整個給翻譯 那你要怎麼做到這一點呢? 基本上只要加個圍圈就做完了 怎麼加個圍圈呢? 來,我們不是把那個 combo box裡面的 本來是取出一個字嗎? 取出來認為它是一個字 但是現在如果我可以輸入整句的話 那它就不只是一個字 它可能是很多的字 很多的字呢,我就要分割 我可以用sprint把它分割成一個字一個字 斷割成一個字一個字的正義 字算正義 然後呢,我對正列的每一個字 英文 我都查查它的中文是什麼 如果有查到中文呢 就把中文加進去 如果沒有查到中文 就直接保留英文 然後呢 最後 把翻譯出來的東西 丟到bridge deskbox去顯示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 貝爾 貝爾 沒有在字典裡面 對不對? 熊追貓 但是我們沒有熊 所以它就顯示 一隻貝爾追一隻貓 如果你在字典裡面有熊 那它就會顯示 一次熊追一隻貓 然後我把熊加進去 好,這樣子 好,OK 所以你就得到了一個 超小型的翻譯信 非常非常小型 但是它可以翻 只要它有分次的字 它就可以翻 那你就可以一直擴充這個正義 那擴充你當然會覺得 我不應該寫在城市裡面的 所以最後你應該就是 儲存在檔案裡面 一個字典檔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在form load的時候 把它讀進來 或者是form load的時候 把它讀進來 然後一個一個加進去 那這樣 不管你有幾個字 其實現在記憶裡頭 絕對夠大 可以讓你放進好幾百份字 所以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載入到記憶裡 不需要靠資料庫 存在一個文字的字典檔裡面 然後載入 然後加完之後 這個程式基本上沒有變 整個介面沒有變 只有在載入的時候 是載入真實的字典 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 好,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這樣一個程式 那我也把這個程式上傳上去 那你看完剛剛的文字 你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是怎麼寫的 好 那我有上傳了剛剛的小字典 嘗試還有小翻譯系統 嘗試 兩個有些微的差異 可以看一下 那個 文字寫